本周五,美国、日本、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将在美国举行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国安顾问三方会谈,讨论包括朝鲜半岛、印太战略、新冠疫情等区域与外交政策事务。 另外,拜登总统在星期三宣布了名为重建美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他表示这将协助美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并且创造新的高薪工作岗位。 相似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瑶一来介绍,瑶一。 在3月30号星期的晚上,白宫国安会发出了声明,说在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的邀请之下, 日本的国家保障局的局长,北村兹以及韩国清瓦台的国家安保室市长徐勋, 将会在4月2号星期五一起来到美国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的海军官校来进行三方会谈。 那么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则表示说,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都已经造访过日本与韩国了。 那么他讨论了区域事务还有外交的优先议题, 包括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处理新冠疫情,对抗气候变化等等。 那么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说,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多边的国家安全顾问层级的多边会议。 所以可以彰显拜登政府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方面的重视。 那么这个其实在3月23号,在一场关于朝鲜问题的白宫国安会背景简报会上, 一位自身官员就已经先预告了这场的三方国安顾问会谈。 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拜登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发表了演说, 在演说当中来宣布了他重建美国的两个重要的计划与方案。 那么在拜登总统说,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太空项目的投资创造了许多现代的科技, 包括现代食物的处理的方式,包括电脑的晶片,网际网路, 还有导航系统,GPS等等,都是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投资, 才有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这么方便的科技。 所以拜登总统呼吁美国人一定要投资未来, 5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定会发现投资非常的值得。 而投资未来的国家就能够掌握未来。 拜登总统同时也指出,现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是全世界排名第13名, 而中国在这个基础身上的投资却是美国的三倍。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匹兹堡针对这个两个新的方案, 以及与中国的竞争,他是怎么说的。 新闻秘书卡林尚皮燕 在空军英号上 则是告诉记者说 拜登总统星期三 宣布了这一项 美国就业方案之后 新四将会在白宫冬天召开 上任以来的第一场内阁会议 那么在这个内阁会议当中 包括增加工作的就业方案 还有对抗新冠疫情 都会是这次内阁会议当中 讨论的重点 那么尚皮燕还说 拜登的基础建设方案的投资 有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道路 桥梁 铁路 以及其他交通建设的设施 第二个部分包括的是高速网路 水资源的运输 能源 住宅与建筑 而第三部分是投资 年老以及参集美国人的 居家和社区照顾 而第四部分则是投资制造业 那么现在对国会共和党人 他们是有些是反对 拜登总统现在提出的计划 认为金额太过庞大 不过一些民主党人 则是认为金额太过小了 那么白宫方面表示 现在是继续与国会当中的 两党议员来沟通协调 这个新的方案 那么拜登总统已经在 星期二的晚上打电话给 国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参议员 那麦康奈尔参议员 星期三告诉媒体说 的确是他们两个人打了电话 那么也谈了这些方案 那他说如果这个方案提出来的话 当中有需要增税的部分 那他则会加以反对 那白宫方面则是拒绝 进一步来这个说明 谈话当中的内容 而拜登总统在今天的讲话当中 也特别指出了 说不到四年之前 美国国会才刚通过了 一个将近两万亿美元的 减税方案 那么这个减税方案 当中反而造成了 很多美国的财富 是聚集到 这个不到百分之一的 这个富友人的手中 并且也造成了一些 美国的工作岗位 跟美国的工厂 外流到海外 所以拜登总统现在呼吁国会 他说我的这个新的就业方案 也差不多是两万亿美元的金额 他希望国会能够通过 在美国的国内来制造高薪的 而且有工会保障的工作职位 好了 好的 感谢耀爷的详细报道 好的 感谢耀爷的详细报道